JYP算是韩流乐团运营女团最初次的娱乐公司美舞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韩流女恋习生都喜欢JYP的原因 当然JYP女团在2022年的发展并不顺利 Mix的出道接连势力 似乎也打脸了JYP对女团话语权的掌握 其实不然 当大家不了解JYP旗下五大女团 Wonder Girls Miss A Twins ITZY和Mix的发展历程时 就会明白其中的原因 此次我们以超强逻辑去串联JYP旗下五大女团的出道 发展拐点和没落的原因 每一个女团的出道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其中会讲到为什么JYP会去力捧陪修制 让Mix A走向终点 也会讲到Wonder Girls为何会失去韩流市场 当然还包括TWINTS的突然崛起 ITZY的大起大落 以及Mix的策划悲剧 1.Wonder Girls 措施爆火最佳时机 Wonder Girls的情况其实绝大多数网友并不了解 当时Wonder Girls凭借一己之力让韩流复苏 大家没有听错是他们掀起了韩流二代的盛世 在他们之前 韩流进入了长达数年的沉寂期 那是一代末路的时机 当初只有一个组合成者 那就是东方神器 这也是为什么韩流白皮书将Wonder Girls 写进韩流绝对功臣的原因 本来Wonder Girls可以无悬念的登顶韩流TOP女团 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对手 是真正的断层第一 他们的三部曲 Tell Me So Hot和No Body 直接横扫韩流各大姻缘榜 奠定了Wonder Girls在韩流乐团的至尊地位 可惜GYP老板朴智英因为自己的常美梦 这得将自家女团拉入谷底 其实Wonder Girls的常美并没有那么失败 其中Low Body的英文版 还直接进入了美国公告牌 Bill Bart Hot 100榜单 没有这一成就 GYP家的女团早就解锁了 而且是韩流乐团第一个做到的团体 当时排名刮没有是没有计算的话 是第76位 至于所谓的常美失败是因为没有赚到钱 当初Wonder Girls可是举办了全球巡回演唱会 甚至得到了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的表彰 当初都是场场爆满 可惜这样的热度只维持了一年不到 便快速消退 曾有Wonder Girls也没有拿出超越No Body的作品 于是他们在美国失去荒体度和热度 毕竟KIPOP在美国终究是小中文化 最难受的是当Wonder Girls回到韩国之后 自己的地位已经被少女时代所取代 不过Wonder Girls的作品依旧连续六次回归 都能拿到日贯 当他们失去TOP女团位置 就再也没有拿回来过 怎么说呢 这个女团真的是让人看着就觉得一难平 本来可以达到很高的位置 结果却被GYP的策划给毁了 非要常媚 二 MISS A 一个为整教GYP财物危机的女团 此次的常媚失败成为了GYP娱乐 失去MISS A的扶贫 MISS A的出道直接盖过了Wonder Girls 下半年发歌拿到了年榜第一 海流乐团还能找到第二个吗 没错 MISS A刷新了海流乐团出道及巅峰的极致定义 本来他们也可以拥有和Wonder Girls 一样登顶TOP女团的绝佳时机 可惜一步错步步错 Wonder Girls的常媚失败连锁反应迎向了MISS A 由于此前Wonder Girls的常媚失败 让GYP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 于是没钱去力捧出道级巅峰的MISS A 直到Long娱乐的出现才缓解了这一情况 不过让GYP没有想动的是 此次帮忙的Long娱乐也是一只彩篮虎豹 他们在各种收购股份 让自己成为GYP的第二大股东之后 要求收购GYP 以朴志英的性格当然是不同意 不仅如此 朴志英秘密收购上市公司 J21并合并的方式完成了公司的迂回上市 而这样的做法 稀释掉了Long这个第二股东股权和话语权 于是Long在搞了起初当的那一年 抛售了GYP的所有股票 这导致散户纷纷跟风 一时间GYP负债累累 于是变了MISS A 陪修志的演习缓债之路 没错 GYP力捧裴修志 这是单纯的权钱 这件事是发生在2014年 于是MISS A女团在远宁的时候全息了 这直接导致MISS A失去了竞争力 GYP唯一的收获就是裴修志直接爆火了 于是MISS A就这样做到了终点 这个女团就像是昙花一样 真的是让人想想都觉得可惜 三 TUNS赶上东风加实力抢劲成为TOP女团 随着GYP起下挨斗纷纷前往日本赏眼捞钱 GYP的情况出现好转 在这里感谢GOD7的付出 刚出道就去捞钱了 这一切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TUNS出道之后遇到了比较良好的环境 GYP重新走回正轨 而且还因为还债打开了日本市场 于是TUNS直接吃到了中韩两地的红利 以独一无二的远近少女风直接等顶哈刘套普女团宝座 TUNS坐到了前辈女团没能够坐到的位置 她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哈刘女团中断层的存在 而是哈刘唯一能和男团相竞争的女团 在哈刘各大综艺榜单 TUNS总是出现在前十 而且当时前十只有她们一个女团 就是如此夸张 说是一超多强一点都不为过 当初的TUNS就是如此详细 当然TUNS也是靠作品在哈刘乐团站稳脚跟的 一开始很多人都嘲讽她们唱口水歌 但渐渐的大家都觉得 听她们的歌会让人觉得很开心 这就是听歌的热度和纯粹 于是大家开始慢慢接受她们 TUNS的成功是必然的 她们每个人站在舞台都是面带笑容 从不敷衍舞台 这样的女团不火才怪 其实TUNS唯一没有拐定的女团 如今她们没落是哈刘女团正常的更新迭代 六年的TOP女团 放野整个哈刘乐团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所以不要嘲讽TUNS如今的姻缘成绩 趁年轻范的职业 这就是正常的结局 谁都是一样的 嘲讽TUNS确实就是嘲讽所有哀悼 四ITZY火的坏苦的坏 至于ITZY那可真是让人一难平 她们也是出道级巅峰 2019年刚出道时 便成为了当年姻缘最好的女团 听Crash的风格直接杀疯了 可惜她们是在TUNS之后出道 和自家师姐团的巅峰期成和乐 GYP不可能让自己的女团 给自家女团让位 只能说GYP当中遇到了幸福的烦恼 这一来而去 当TUNS真正退下来的时候 ITZY的那股气势和镜头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命 马菲亚的发布并不是ITZY的转折点 专行之后选择回头炒冷饭 才是GYP的最大败比 现在哈刘娃娃娃不喜欢ITZY 完全就是因为她们没有特点了 之前听Crash的风格完全消失不见了 街舞团的优势也没有了 5.MIX成员个人太强 特别风格不明显 说白了 GYP就是从来没有想过 让ITZY接班TUNS 这也是为什么MIX快速出道的一个原因 可惜MIX的情况让GYP非常尴尬 7个ACE成员各种造势 结果出道之后 接连失礼 直接打断了自家女团的姻缘神话 断了GYP的姻缘口碑 当然这个跟成员的关系不大 就是组合的定位出现了大问题 MIX太美了 实力太强 随便带了一个成员出道 都能堵当一面 大放到一起就泯然中人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相对论原理 周围人都漂亮 那大家就都不漂亮了 再好就是组合她的机械化 仿佛还一批实力强的人 完全可以替代她们 这是不可以的 其实她们出道前的视频 是有灵魂的 可能公司扼杀了她们的风格 怎么说呢 MIX已经没有了容错率 即使她们是JYP旗下的女团 已经亲不亲连续三次的回归实力 前不久JYP删除了MIX成员的概念 视频 看来MIXPOP皮接风是真的不敢走了 华妹觉得这是对的 不能一条路都黑到底 JENNY已经为策划的失误买了单 其他成员如果再被耽误 那JYP的名声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由此看来 一个女团的成功 并非只和团内成员实力 是否抢筋有关 还和公司的策划 发展风格 对市场的定位等等 还让女团更新迭代极快 任何一个成功都需要 体验时地利人和 希望接下来MIX和ITZ的发展 能够迎来转机